今天我來到中正紀念堂一樓 我們2023年台灣現代藝術家協會的年度大展 你看看我們上面有將近60位的畫家、藝術家 他們一起在這邊展覽我們瀏覽一遍 這幅畫叫做出雲龍 大家有沒有仔細看到 這龍隱隱作現 真的是感覺很棒 其實它就是在描述天空嗎 還是說有山脈 所以說雲它所表現出來的一個樣子 樣貌 這個蠻有意思的 這個是許忠文先生的敘事待發 敘事待發 我們的野柳的我們的女王頭 那同時就看到這位裸女 是不是想到就好像是女王頭的傳說呢 這個可能也讓大家去聯想到這些東西 新像風景 登高望遠 這是在高處啊 它遠遠的望著外面 看什麼 想什麼 我們不知道 接著我們來看 克里特島的維納斯 看這幅畫 這個也是非常大膽 她畫出來的油彩 也是用色非常的大膽 也是非常的鮮豔 這位女士她在想什麼呢 大家去想想看 再來就是希臘舞后的風情 這位是陳志芬她所畫的 這也是油彩 這也是油彩 再來就是順風搖曳 這好像是剪貼咧 這是剪貼的藝術嗎 這我倒是第一次看到 上面用一些紙 或宣傳的海報 剪出來的一些花草 這個是讓人家看到 感覺非常感動 非常的 真的不一樣 我們再看 自由與和平 這陳立文老師 她所畫的 這是誰彩畫嗎 這個是上面看看 和平歌 下面呢 有百合畫 還有一些歌子 中間是代表著 自由與和平的大門 自由與和平的大門 再我們往下看 小野柳的風情 小野柳風情 這在小野柳 這是曾欣平老師所畫的 再來就是玉璃米香 這在台東的玉璃嘛 這也是朦朧的美 你看看 在這些家屋啊 這些炊煙 是不是也是到了吃飯的時候的 這感覺啊 非常非常的修復 我們再往下看 這個是油畫的 沒有錯 花團井處 花團井處 這些花 這些彩球 是不是真的很美 真的很美 再來 這也是油畫 木棉花琴 這木棉花 大家應該都有印象嘛 我直覺的印象就是木棉花 它的花掉在地上 不要去彩它 很滑的 很滑的 曾經啊 就有人這樣子被花倒 大家要小心 它的木棉花很漂亮 非常漂亮 再來我們看 六十淡山 這在花臉台東 那個地方 金針花 金針花除了好吃 同時啊 它在花開的時候啊 更是美 六十淡山啊 那邊的金針花開啊 那真是一幅啊 這個非常美的畫 非常美的畫 萬里無雲 安閒自在 這個 這個花 這個花 畫得非常非常的好 交彩 這是交彩 那這個我就不懂了 這將來有機會啊 再請問老師 這個很細緻耶 真的非常細緻 看到沒有 上面還有鳥在上面 站在上面 我們再看 我們再看 間续幸福 這也是交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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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非常的細 這非常的美 交彩 這個是錢瑞英老師 賴淑華老師的 樹與鳥 古文字二號 這個我就不太能體會了 就有點抽象 上面是 是鳥 這邊是樹 那這邊可能是 也是鳥 這有點像鳳凰 這個大家去體會吧 再來這也是比較抽象的 也是賴淑華老師 會走路的樹 聯想曲 會走路的樹 聯想曲 所以我們去想到魔界 那個樹 真的會走路 是不是 這個是蠻抽象的 大家 去想一想 同時看了之後 會有什麼想法呢 再來就是守護 守護 李小蘭老師 這是台灣 黑熊 她在守護 她的幼仔 這是非常美的一幅圖畫 非常溫馨的一幅圖畫 感覺真的好棒 好美 再來就是 星象風景 晨熙 鄧仁川老師的 這位婆女 站在山上 的一塊大石頭上面 我們大家看看 她在想什麼 大家去思考一下 金門陽山的海景 哇 我在陽山呢 就待了好幾年 金門陽山 這邊的畫也是非常細緻 這是水彩畫 一看就知道水彩畫 這陽天哲老師所畫的 再來就是金門大橋 落日余暉 落日余暉 大家 從金門回來的 是不是還能想像到 這個景象呢 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在金門的時候 大概七十幾年 八十幾年那個時候 還沒有金門大橋 那這個景象啊 那可能啊 我將來有機會的話 再去看一下 胡萬奇老師所畫的 半磁湖靈印 這是磁湖的 大溪的磁湖 就是油畫 油畫 我們看一下 這個兩位女士 推著嬰兒車 推著嬰兒車 一個男生 一個女生 在上面 在上面 大家 在磁湖的靈印那邊 在這邊 走路 在那邊 很悠閒的 在那邊 慢慢的走 慢慢的走 再來就是 半 麥布登峰 河歡山的祖峰 哇 這是河歡山祖峰 是不是很美啊 萌萌的美 萌濃的美 在也是圖老師所畫的 作用 河歡山 這也是油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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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太棒了 我們再來看這一邊 這是吳俊傑老師 他所畫的 愛情隧道 這個是什麼 這一條路嗎 感覺像是那個藤蔓 一個梯子 走在梯子上面 藤蔓上面 這大家自己去體會 有一點抽象 但是可以確定 一個 年輕的女生 在走這條道路 這也是吳俊傑老師 他所畫的 油畫 希望中的光芒 希望中的光芒 這位母親嗎 邊邊是他的小孩 他給的就是 這個孩子的希望 無限的希望 他要他成長 要他茁壯 我們的母親 都是這個樣子 是不是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 下面就精彩了 下面這個顏色 就更豐富了 人節地靈 這是吳大華老師 所畫的 這個顏色 非常大膽 這個好像也是 用剪貼上去的 它叫做丁畫 丁畫 這我倒是第一次看過 跟剛才那一幅是一樣的 但是它比較小 這個也是 能夠把它做成一幅畫 真的很美 真的很美 有一點點抽象 但是一看就知道 它是在總統府前面 的景象 再來 逛街 一看我們也知道 這是真的在逛街 有米廠 有各式的店 還有大人小孩 在那邊 街上那邊逛 在那邊吃東西 這個感覺很棒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 我真的沒看過這種畫 你看看 我們一開關的拉環 仔細看一下 這個拉環都在其中 這是吳達華老師的作品 這個感覺很好 再來就是 李立平老師 他的複合美才悠閒 哇 這真的很美 所以我待會兒要好好訪問他一下 這個是 是什麼材質呢 我待會兒問他一下 這畫的 這不是畫的 這應該捏出來的 真的是感覺很棒 這一個女士啊 她的帽子 還有她的身體 那個鎖骨 井子 那個骨頭 都感受到了 都感受到了 她的真實感 她的真實感 再來這一個 也是李立平老師的 她的攝影作品 經過攝影 然後再加上幾個捏頭的藝術 等於說 讓整幅 作品更豐富 更精彩 這個題目叫做 糖霜餅乾的誘惑 糖霜餅乾的誘惑 再來也是李立平老師的 糖霜面包的遐想 這也是複合美才 我待會兒好好問他一下 這個凹凸有質啊 這感覺就很有立體感 上面還有蝴蝶 然後再穿插到中間 這感覺是非常不錯的 再來就是 末世方程式 藍黃玉鳳老師所畫的 然後看這幅畫 這幅畫 這幅畫 這個我就不太能夠體會 裡頭 有在疫情期間的醫護人員 然後 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就不太清楚 這是病毒 我知道了 那這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那這個女士 她裸體在那邊是幹什麼 還有666 還有這個 詐猛在裡頭 這個可能 就是大家去體會了 她的題目叫做 末世方程式 有機會的話就請問一下 藍黃玉鳳老師 再來就是 林金田老師的 灰調的誠實 灰調誠實 這感覺上 這個灰調 看了之後 就有一點灰調 這個 大家體會吧 有一點抽象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上面有花瓶 有杯子 然後這個桌子上面 還有不少東西 還有外面的景象 這可能大家要去體會 這一幅就是不簡單 這幅可大了 這是林曹魏老師的 太魯閣天祥 哇這個真的是 就跟照片一樣 林曹魏老師 剛才我碰到 這個老師 他真的很厲害很棒 我聽李勝輝老師他講 他之前也得了癌症 但是 因為他作畫 癌症居然都好了 哇那真的是 不可思議 所以說作畫的好處 竟然那麼多 那麼棒 我真的非常非常開心 我們看到林曹魏老師來了 林曹魏老師 林老師你好 我聽說你也是因為作畫 您的一些病痛就好了 是不是 您是不是可以 待會兒簡單講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我十年前我有 就是三高 然後那個 起先是那個 頸椎去開刀 開完刀 過後沒多久 又發現又得癌症 就是想說先癌 那 我就是那時候去 散步運動 然後 去運動的時候 就看到一些社區大學的老師 他帶學生在寫生 那我看了一次兩次 我就突然間就想說 啊 乾脆我來畫畫 是 每天躺在床上 這樣也不是辦法 然後就開始畫 然後一畫 連醫生都覺得說 我的病痛 就是 跑得特別快 然後一畫 越畫就 越熟練 那後來就是去參加比賽 然後就 得獎 真的 真的太神奇了 您這個畫 畫了多久啊 我 我 2011年開始 學畫 油畫 到現在 這麼短的時間 你畫得這麼寫實 你看看 真的了不起 但是我學生時代的時候 我是讀 復興美工 復興美工 你有一些基礎 對對對 但是後來沒有去 特別去 我復興美工畢業後 我去 宏廣卡通 畫了四年的那個 卡通背景 是是是 那時候 全世界最有名 就是心機大戰 那個喬治隆卡士 他有一部卡通片叫 伊沃斯 那台灣的美術片級 負責人就是我 是是是 真的是我今天 那時候我十八九歲就開始 基礎是其實以前那時候 學校是打基礎 我那時候 那四年 畫了 可能沒有一萬張 也有七八千張 是是 雖然停了三十年沒畫 但是基本功都還在 是是是 所以說今天 林老師這個 所講的 大家不妨 這個 體會一下 畫畫真的能夠治病 真的太棒了 真的太棒了 畫畫對身體最好 你注意一句看齁 很多書法家 還有很多畫家 都很長壽 是 為什麼 你畫畫的時候你心不盡 絕對畫不好 是 還有 我們畫家在畫 你會 你 你就會挑襲 所以挑襲就是 因為有時候要拉信條說 你就要憋氣 是 然後一撇一耐 就跟寫書法一樣 沒錯 往左往右 沒錯 然後還有一個心境 是 沒錯 我畫這幅畫 就是 等於我人在現場一樣 是 因為我 我為什麼會畫這幅畫 是因為我跟我的 我的兩個女兒跟我老婆 我們去那裡玩 是 我畫畫是一個女兒的紀錄 就是說 一個回憶 是 二、三十年後 如果我人還在的話 那我也是一個回憶 如果我人不在 我的女兒 他們也會說 這是我當時我爸爸帶我們去 全家去玩 是 像我會畫一些很多風景 比方說實定 這個也是您的 對對對 是 像這個實定 實定 我學生時代的時候 我們老師 那個林文昌 我們讀夫心美工的時候 我們學生的畫風景 就是當時老師 現在老師不太敢 帶學生到處去學生 但是我們老師就是 常常帶我們去 去交外去學生 像九份啊 實定啊 我們學生時代 去的時候 像以前的淡水 還有巴黎 我們都有去過 是 那以前的巴黎 或是實定 或是九份 跟現在完全不一樣 沒錯 沒錯 時代有一個變先 像有一些人 就是在講說 現在人家都在畫現代的 畫動漫 你還在畫這個 已經傳統過時了 對 事實上那觀念是錯誤的 是錯了 所謂現代 現代就是百家其放 你要用撲 要用傻的 或是你要怎麼樣去創作都可以 是 現在我看到就是這樣 五十年後 他會是這樣子嗎 是 可能會有改變 我們學生時代去的時候 根本就沒有這個 學生這條路 沒錯 那五十年後 會不會有大地震 或是有什麼變化 不曉得 對對 就像我們現在看 老一代的 陳辰波他們那時候的船 或是他們的車子 我現在這裡面有畫車子 對不對 那你幾十年後 他還有嗎 是 是 以前我們看到的 打車啊牛車啊 或是腳踏車 是 那現在的汽車 那我所指的 有些時候 你現在看到這些建築物 我們現在時代的時候還沒看到 沒看到 那個紅磚的 是 或者是那個 以前他們講到 類似那個 石塊去堆疊 是 是 所以說剛才聽老師講了以後 我自己 我父親他也是畫家 我父親現在九十五歲 每天還非常開心 對對對 所以說畫畫真的難長受 因為畫畫的人為什麼會 第一個 你會融入 然後你會看 我現在正中講一下 是 我們的校長已經一百零三歲 他現在也是每天在畫畫 哇 真了不起 校長張慧生 護心美工的 是是是 所以說今天很高興的 能夠訪問到 林老師啊 您也是 將來也是 長壽 是是一定的 一定的 真的很開心 我們來這邊 碰到李正輝老師 李正輝老師啊 之前我也跟他認識 那來這邊呢 更是高興 那我們看看 邊邊他的作品 有兩幅 待會啊 會跟我們做主意的介紹 先請李正輝老師 先自我介紹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李正輝 那我畫畫其實這個畫靈也還好啦 只有二三十年 但是呢 我的畫跟人家不太一樣 因為我是用畫刀畫 所以你現在手邊看到這兩張 都是 這張呢 是比較特殊 是我們今年三月份去日本 去在日本東京都美術館展畫的時候 身邊有時間我們就去旅遊 那剛好這個地方就是表現出 它有這個 有水 然後有石頭 後面有一些樹木 那我的方式是不一樣 因為我比較喜歡暖色系 因為你想想看三月份的話 可能日本都已經有下雪 就是說雪可能溶掉 溶掉 或者是說它的栗葉剛長出來 所以它並沒有像這樣紅色的 那我比較喜歡天虎的色系 所以就造成這張比較特殊的一個景象 是是是 那裡面的話當然就是說 有石頭啊有什麼齁 所以就取這個名字叫 金峰銀峰兩相異 就你看到這個圖齁 感覺上還蠻溫馨的 是是 這是我要所表現的 是 這個地方是日本的一個景點 對 日本一個景點 一個景點 名字可能要查一下 名字查一下 都忘記了 感覺上這個溪流非常澎湃 對對對 真的是 因為我喜歡這種感覺 就是說 有 當然可能是有一點遠山 有山有水 那種感覺 然後有 感覺上是楓葉的感覺 事實上它當然也許不是楓葉 但是我就是故意 因為畫畫有這點好處 這你要什麼顏色 你就換成什麼顏色 沒錯 這個石頭要大一點要小一點 都可以換 留一點空間給這個欣賞畫的人去思考一下 這也是感覺不錯 剛才我有一個問題 老師您說 您都是用畫刀畫 這個是不是可以進一步解釋一下 好 其實畫刀的話 一般來講是用筆畫 那 對我來講 我是覺得用畫刀比較容易 因為為什麼 不用洗筆 因為洗筆真的是很麻煩 像我以前老師說 你洗筆你還要有個儀式 比如在你的筆 要在手心上要畫幾下 那我覺得這樣太 對我的律手來講是不太好 是 所以後來我就說改用畫刀 是 也比較適合我的個性 是 就等於說一筆下去 那種感覺就很容易 是 你看我畫那麼大一張畫 大概時間並不多 是 有的話可能半年才畫一張 那我這個是很短期的 多短期就先賣個關子好了 是 油畫這個東西 其實它的材質是比較油膩一點 是不是 比較廉稠一點 油畫是這樣子 油畫的話 它跟學彩不一樣 油畫是用油來做媒介 沒錯 對可是呢我畫起來 我不加任何的調和油 是 這是比較 因為我怕那個調和油 它可能會比較 有一點化學成分 比較傷你的肺 或怎麼樣 當然現在的 就比較不一樣 但是我習慣了 就用比較 而且我還特別用牛盾 這個牌子比較厚重 是 不那麼軟 用它來畫會更好一點 是是 那您所謂的畫刀 那個畫刀是什麼樣 您可以描述一下 畫刀 大大小小 我大概有二十隻 都有 對 有大的有小的 是 但是呢我都是說只要是一筆 一刀到底的 因為我現在已經很熟練 所以你可以用大的刀 來畫小的筆觸 這都可以的 哎呀真是 一隻畫刀走天下 那個感受真的是好棒 一多用兩隻 是 一大一小 是 是 那當然也許要簽名的時候 你再說吧 是 用別的用筆籤 畫刀籤的感覺 不是很漂亮 那是 那沒錯 那我們來換這一張好了 這一張 一張是 我的貴州 就是貴州是我的家鄉 那就是剛好那時候 這張圖 事實上是我先生 去貴州那個景點 拍下來的給我的 那我想說 因為我是貴州人 對我來講 很有這個感覺 是 所以你看 那當然我這個色系 有把它改變一下 那個當然就是說 當初沒有那麼漂亮 是 那我是特別把這個視線 也就交點在這個地方 是 那你看 注意看 這個是等於說是 其實照理說是有個山 那但是我是把它模糊掉 是 所以你看起來就是 欸 感覺到那個 這個旁邊 比較模糊 是 然後這邊有個水 那事實上這邊應該有幾條船 那我是沒有把它畫下來 是 是 我們畫畫就是這樣 這個自己 可以按照自己的這個 這個 可以來改變 是 你想要什麼樣子 你可以增加 可以縮減 沒錯 沒錯沒錯沒錯 這就是我要表現出 這叫西彩貴州 西彩貴州 那是那個 我今年也是 大概是五月份去貴州 是 那我就講說 因為事實上貴州 需要被推廣 是 為何不讓大家 就在採風 就是說在洗身 是 那麼美好的貴州 讓大家都知道 是 所以我就畫了電話 是 感覺上 呃 很有春天的氣息 非常有非常有 感受非常非常好 對 非常好 那個其實我自己感受到 其實像你們在做畫的時候 其實到一個景點 你們可能靈感就來 可能就把它直接做畫 或者說拍起來 回來再做畫 是不是這樣子 呃 因為事實上 我們去寫身是可以 可是寫身呢 因為你要 它要攜帶很多的道具 哦 是沒錯 我們如果出去寫身 大概都是比較小畫 那小畫來講 而且那個時間 因為光線 也許你 就是說你可能是 十點鐘去啊 那你到下午四五點 那個光線又改變了 沒錯 比如說它的陽光 這個照射 比如說你六七點 或者說到 到什麼時候 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基本上 就是說 而且你可能 就是畫個底部 然後回來再把它呈現 是 那我的方式的話 因為我很怕曬太陽 是 我大部分的時間 就是把它照相下來 那當然有印象 然後再回來再畫 或者就改變一點 就剛剛 像這張 就是我把這個色系改變 那這張也是把顏色改變 把有一些不太喜歡的 就要改變 所以這就是我們畫畫的好處 這真的是了不起 真的了不起 所以說 要能夠畫畫 當個畫家 你必須還要有那種 時空的概念 有那種這個 大地的那種 這個陰陽調和那種概念 陽光的概念等等的 這都會有 是不是 其實 當你畫久了以後 你就自然而然 會品味 什麼是好的景色 是 當你自己感動的話 你才能感動別人 那一定的 我一直這樣想 就是說 你這個畫 首先我們畫畫的時候 你要挑選你的畫 你的題材 當然你到最後的話 可能你就是 按照自己的想法來畫 但是最 最終最終 還是要自己能夠感動自己 你這個畫 你要先構思 什麼樣是你喜歡的 畫出來絕對沒有錯 沒錯 您講的非常非常 我非常贊同 自己先感動 才能夠去感動別人 李老師我們到下一個場景 好不好 謝謝 現在我們來到另外一邊 看到李正輝老師 他另外的一幅畫 叫做百連好合 李老師 是不是可以跟我們 介紹一下 OK 其實這張圖的這個 因為它是20號 所以算 稍微算是 那個一般中等 現在畫的話 都是 像剛才展的都是50號 50號 那這張圖的話 我覺得 也算是剛剛好 那因為這個我們 要畫的這個 如果說 小一點的話 比較精緻 所以我這幅畫的感覺 就是說這個畫 有縮小一點 那等於說很 花團景處 你看有 綠色的葉子 有白色的花 白色裡面 扣一點黃色 然後再加上這個背景 是比較 屬於灰色系的 灰色系 然後襯托 這個比較 出來的感覺 那一樣也是用畫刀 是 那我喜歡的話 這一幅就是 因為它的這個百合花 是我媽媽那個時候結婚 就用的是百合 是 所以我覺得它有一種 淡淡的清香 跟淡淡的味道 所以我就特別選了這幅畫 作為第二幅 第三幅來展覽的這個畫作 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實這幅畫 它的下面 因為一幅畫來講 你必須要地 部要比較深一點 所以我這邊下面有 你這邊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它的這個 算是一個盆子一樣 是 然後它搭配上面 比較淺 然後越到下面越深 是 這是我們大家畫畫的 一個想法 是 另外它就是說 你只要不要畫的話 每一朵花都不能一樣 必須要 頭可能朝上 頭朝左 頭朝右 頭朝下 這樣的話比較活潑 是 那另外搭配它的葉子 就是有花有葉 這感覺就是會比較好一點 是 而且畫到這邊的話 比較放鬆 你看 你注意看 這可能是比較 稍微 難解釋 就是說你一幅畫來講 你就是不能全部都畫得非常精細 這樣會比較不好看 是 所以你的畫必須有 有緊有鬆 有視覺的焦點 是 是 還是一幅畫 是 李老師我一個 一個門外漢來看這幅畫 我覺得 這幅畫非常精彩 而且非常寫實 而且有真實感 就好像您剛才講的 所表現出來的 可能有些是躺在那邊 有些是綻放的 有些可能歪一邊 怎麼樣 這感覺我覺得很精彩 很實在的這種感覺 那我一個問題請教一下 二十號五十號是它的 這幅畫的大小嗎 對 是這樣子 其實我們應該講 國際間的這個講法 是應該 從上面 從直的 然後直的先 然後橫的 這樣 這樣的幾方是六十 乘以七十二點五 這是剛好是二十F 二十號 那都是我們講 還有P 還有其他的 所以說 這個剛好是二十F 那我的畫框 大部分都是ELF的畫框 所以這樣比較說 可以換它裡面的心 比較方便 那這種框 目前也買不太到了 買不太到了 因為也停產了 停產了 最主要是大那個鏡頭 你看它這邊 它有反骨的這種感覺 對對對 像說 後來訂了 聽說我另外一個朋友 他也是訂了好幾十F 他說 都放在那個儲藏室 是 因為感覺上太亮 那太亮你就搶掉你的主體了 是 所以你一定要你的畫框 就是有反骨的 有比較防骨的這種感覺 會比較漂亮 是 將來有機會的話 我一定要看李老師畫畫 因為你講的畫刀 真的是 我是去想像起來 真的太神奇了 有大有小 然後能夠勾勒出 那麼美的畫作 真的是了不起 因為畫刀真的是很方便 是 如果你有油料的話 你就用 用報紙或是衛生紙把它擦掉 是 那也真的完全不用洗底 是 是 會上你的任何的這個 肺啊 上哪裡都不會 是 畫刀真的是很 很好一件這個 我喜歡用畫刀 是是是 今天啊 今天啊 賞了李老師的三幅畫 好像就上了一堂課一樣 那種感受非常好 沒有沒有 雖然說畫刀有畫刀的這個好處 當然也是有壞處 用畫筆的話可以畫出來它的很柔美的線條 是 但是我還是覺得比較喜歡用畫刀 是是 每個人每個人風格不一樣 是 所表現出來了又不一樣 就是我們大家賞畫人 一定要賞到它的精華處 這才是重點 是不是 謝謝李老師 謝謝你 謝謝謝謝謝謝 現在我們前面所站的是一個不敢自稱藝術家的設計工作者 其實李老師我跟他認識很久 他真的很客氣齁 那首先是不是請李老師先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李麗萍 那其實我讀美術設計系呢 也是也是受到正統的學校裡面的軍討 因為我喜歡這些設計 我又不是專門在畫油畫啦或者是書法啦 或者是說那種書畫家 所以呢我才不敢自詢自己是那個畫家 可是因為呢跟設計接觸太久了 所以我喜歡創意的東西 我目前已經就是從事設計啊 或者是畫家的專訪啊 做一些類似藝術相關的工作 是您太客氣了 其實藝術家他的範圍非常廣的 其實我看了這個整個裡頭的畫作 大概您是完全跟他們不一樣 但是這也是一門藝術不是嗎 是 我們現在看到前面這幅是 糖霜麵包的遐想 是不是 那您是不是可以簡單的先介紹一下 是的 因為其實糖霜大家一看就知道 糖霜很乾啊 還是什麼就是西洋那邊流傳過來 那我們因為這個糖霜呢非常的甜 所以呢 我今天呢就想說 是不是把它衍生出一些不同的設計的內涵來 是 那因為創作嘛 就天馬行空 所以呢 題目就叫糖霜麵包的遐想 是 所以叫遐想呢就是因為 我把它機裡呢設計成麵包的造型 是 可是呢麵包的造型裡面呢 又有花朵的造型 是 隱藏在裡面 所以呢 那透過這樣子的花跟葉子的組合 那大家也都知道 花開也自來 所以呢 蝴蝶自然就 偏偏起舞飛到這裡來了 是是是 哇 經過您這樣子 細數以後真的好精彩 那我今天有一個問題說 是 這個是真的糖霜嗎 哦 真的是問到的重點了 因為糖霜這個東西 一般來說就是真正吃的糖霜 是 是 糖粉去打出來的糖霜 是 那用在這裡總不能用真的糖 那不起不就招螞蟻 對 那我的這個作品呢 剛好呢就是有特定的這種 呃 美材 是 這就是複合美材的運用 那這個仿糖霜的這個算是 流線的這個黏土 是是 所以我把它運用到我的創作的作品上面 哦 這個東西這個黏土能夠把它做成這樣子 也真的不容易 是很特別的 是非常非常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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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透過那個花嘴 像擠奶油這樣子 細細的這樣擠一條一條的線條 然後再拉出這些線條來 哦 那這一幅作品要完成也不是那麼容易哦 蠻多道工序的 是 也就是說 從做這個胚體 然後到它固形 是 然後再讓它上膠 要固定它 防止它那個侵蝕啊等等 是 所以呢我要上好幾道膠 讓它固體 能夠耐得住一些其他的破壞啊等等 這個 霧體裡面都成形了 以後呢 我們再上顏色 是 顏色呢 又要考究到說 它的陰暗 有一點深淺的 是 是 烤過的麵包的那種 了解 了解 上面的這一層糖霜 當然就是 我們運用了特殊的這個 糖霜的 仿糖霜的這個 液態的那個黏土 是 是的 是的 另外一個問題 我想請問上面的蝴蝶也是 許許如生 這個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這個蝴蝶呢 跟這裡的蝴蝶呢 我可能要稍微再仔細的介紹 因為你看 我的蝴蝶呢 是軟的 對 如果老師您能夠照鏡的來看 它不但是軟的 它還是能夠鏡空的 沒錯 對 它是一個比較特殊的造型的 這個軟的 經過我的設計 那它其實 在製作的時候 就要花一點工夫 然後呢 再讓它 拔下來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可以立體的 然後又是軟性的 是 一個這樣子的變化 我這邊的蝴蝶是跟隔壁那個 是一樣的 差不多 差不多一樣的 那不容易 這個是糖霜 是 這幅我是當作攝影作品來呈現 這裡面的餅乾呢 是我一個一個做 然後做了一整盤的糖霜餅乾 以後呢 我再放在窗台上面呢 拍了一幅這樣子的作品 是 可是呢 攝影作品當然 如果只是這樣子拍的話 是不是就比較平常一點嗎 是 那我就把它透過光影 然後我還希望呢 我的蝴蝶呢 能夠跳出來 也就是說 我的蝴蝶呢 不只在畫裡面 在這個作品裡面 我還讓它跳到外面來 那我的糖霜餅乾呢 演出來了 所以它就會形成一個 裡外的一個透視 一個立體的浮雕的感覺 哇 經過李老師這樣子敘述以後 這是完全不一樣 這個本身就是一幅照片 然後他用他的巧思 把蝴蝶也好 還有裡頭這個餅乾是不是 是 糖霜餅乾 糖霜餅乾 把它讓它跳出來 讓它更有立體感 對 那種感覺不一樣 一比一的糖霜餅乾 是是是 這一個呢就是它 對 這一個呢就是它 這一個呢就是它 所以呢 這是我的原作品 原的那個作品 糖霜餅乾 那當然攝影的話 當然就是一個放大的 的那個視覺 等到呢 完成了這個框的以後呢 我覺得 當然要讓它能夠知道 它是長了什麼樣子的肢體 所以呢我又再把它放在這邊 讓大家可以看清楚 喔原來我的糖霜 是這樣的一個糖霜 這樣子 李老師 我說真的我今天 我比較容易聯想 聽你這樣敘述以後 我都感覺到 晚上他們會不會全部跳出來 在那邊跳舞 哈哈 我一直在想說 我的其他好朋友來看的話 他們都覺得說 哎呀你不能只是閃這樣 你要做給我們吃 哎呀我覺得這實話 我一定在現場也擺一盤 讓大家一邊看一邊吃這樣子 但是我的想法又不一樣 今天這幅如果說大家能夠把它帶回去 那不是擺在那邊 你用看的 你也可以仔細的去 慢慢的用思考去品嘗也是不錯的 對對真的不錯不錯不錯 好我們看下一幅 是 這一幅那更不簡單 這個是一個外國女孩 這是紫簾土浮雕的作品 紫簾土浮雕 因為這個紫簾土花我倒是看過 那把它做成這樣子我還第一次 是 是 因為其實有的時候平面總是畫畫 是 那我就想說 我比較想說有些東西 不要這麼的平面 是 所以我就試著呢 嘗試說 我就把它要捏碎的技巧 然後呢把我的人物 花朵等等呢 我就有層次的堆砌出來 是是是 你看看 這個女孩 她的頸部的線條 跟她的兩邊的鎖骨 你看看 都依稀的人給我看到 這真的很栩栩無聲 真的 就有一點點 覺得她就是一個 很悠閒的一個女孩子 女孩子 對 這樣子讓人家覺得說 遐想嘛 就是悠閒 然後又覺得 女生嘛 哪個不希望自己 就是又受 又謙虛這樣子 是是是 浪漫 是是 您的這些作品 也是很費工的 呃 要發一點時間 慢慢堆砌 慢慢修改 慢慢修改 那真的不簡單 有些人是用筆 那我是用手 手 捏捏捏捏捏捉 對 等於說 因為我本身有在腳捏手 特教腳捏手 是是是 那所以說 我覺得雙手真的是萬能 沒錯 你能夠用你的手 用你的手感 然後去捏出你的作品 是 也不會是很不錯 是很還不錯的 藝術創作 是 之前呢 有看過幾次 李老師你的作品 但是今天真的 讓我開了眼界了 真的是了不起